10月1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20大报告中的涉台表述,在台湾省级党员代表团中引发热议 请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强调 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在海南工作的20大台湾省级党员代表刘芳颖 在聆听报告后表示,报告鼓舞人心 海南省目前正在大力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 它将继续推动穷台融合发展,也欢迎更多台胞到海南这块热图来 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这个作为我们一名台籍党员干部,我们听得深受感动 这个是做好我们两岸同胞工作的情与意 近年来我们海南省台联也致力于推动两岸穷台姐妹岛的联谊交往工作 取得了一些显积极的成效 当前海南正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其中孕育了无限的机会,我们也向广大的台湾同胞发出诚挚的邀请 欢迎大家来到海南,我们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 二十大台湾省级党员代表王慧认为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台湾同胞更应坚定反独促统立场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当习近平总书记用铿锵有力的话语 宣示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全场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 这个掌声表达了全体党员坚定拥护党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对台方针政策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干涉 表达了全体党员坚决拥护党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对台方针政策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表达了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热切期盼 更表达了对人民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充分信赖 我们要用具体的势力和有力的措施 进一步向台湾同胞讲清楚 讲透彻 讲明白 统一有好处 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的事实 团结台湾同胞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坚定反独猝脱